今天用荞麦米和大家分享两种好吃的 一种是荞麦碗托,一种是荞麦凉肥,Q弹爽滑又简单 准备荞麦米500克,倒进水中,提前泡上两个小时 吸饱水分以后它的体积会变大一点,用手一捏就碎 把水分倒掉,用擀面杖倒成泥,这样方便等一下清洗 像这样子就可以啦 接着准备1200毫升清水,加入一勺盐,搅拌均匀 盖上纱布,把麦泥倒进去 手口捏紧,避免露出来,开始洗麦 洗出来这层白色的就是米浆,里面含有淀粉,大概10分钟 这一盆我们用来做凉粉 放进500毫升清水里面,继续冲洗15分钟 把里面的米浆淀粉冲洗干净 这个是用来做碗托的,里面的淀粉含量一定要高,才可浸到 撇去浮沫,倒入小碗碟里,一共是3碟 水开放进去,大火蒸10分钟 完全熟透,捞出,放冷备用 接着来做凉粉,米浆直接倒入锅中,掀开大火,不停地搅拌 大概10来分钟以后开始变得粘稠 转成中小火,继续熬煮,把水分熬干 熬成下来可能需要25分钟左右 直到最后挂熟的状态,倒入盘中,让它自然冷却定型 蘸水就是蒜末,盐,生抽,橙醋,大料水,辣椒油 搅拌均匀就可以了,简简单单又好吃 等碗托凝固以后,倒在表面上面,撒上一些葱花就可以开吃了 用勺子刮一下边缘,轻松托盘,切成小块 口感很劲道,喜欢药麦碗托的朋友可以尝试一下 这杯药麦凉粉也已经凝固了,直接倒扣出来 Q弹又爽滑 口感上的话呢,我觉得比豌豆淀粉要更加惊艳 吃起来的负担也不重 这样调以后,连上蘸水就可以了 两种吃法供大家参考 如果喜欢的话呢,可以都尝试一下哦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关注我 我是夏妈,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